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牛大哥心中默默骂道 真好骂晦气 真是出师不利啊 而眼前的摄影大哥还一直盯着自己拍摄呢 在不远处 一只熊狮也是不紧不慢地走了过来 熊狮清楚知道 只要有两脚兽的地方一样 就一定有状况发生 都说两脚兽最坏 而熊狮在远处就发现了牛大哥的痕迹 他想着今天运气就是好 刚刚解锋出门 就可以品尝到新鲜的肥牛肉 这运气也是好的暴风 此时牛大哥也在想 自己常年浸泡在泥潭中 不索出于泥不染吧 起码也练就了一番绝技 今天还竟然审献其中无法自把 真是没有天理啊 牛大哥也知道淤泥的危害 如果一直出不来 自己的老命就要交代着这 虽然不是淹死 而是活活地要被饿死 他想着想 太好自己有两个胃 可以将食物回流 度过今天肯定没问题 于是他开始巴拉的嘴巴 用其他胃的食物来做今天的午饭 也好为自己增加点体力 正当牛大哥在回味着芳草的味道时 远处的凶师也赶了过来 当牛老子看牛熊丝的到来 也是慌的一辟 他拼尽全力 左右摇晃着脑袋 但是深陷泥潭的他 根本无法动他呢 眼前的熊丝在岸边查看了现场情况 他想了想 这样的野牛 应该就如同蜘蛛餐一般 可以随便吃 随便照 而他再看了看泥泥的水潭 他发现这样的泥潭 对自己肯定照不成危险 意境自己可是草原一哥 什么大风大闹没见过 兴奋的熊丝也被吐入起来的食物冲昏了头脑 他毫不犹豫地冲下水 而身后的突鹫也在催促着熊丝快点下去 只要熊丝将水牛按脑 突鹫就可以吃现场的 想到自己的身份和突鹫的讽刺 熊丝毫不犹豫地冲了下去 你要知道 熊丝捕猎野牛一般都是心有咬住野牛的喉咙 但现在的野牛已经深陷一弹 喉咙已经看不到了 狮子也只能趴在野牛的背上 这样野牛吓得全身发抖 而在这个时候 另一只狮子也赶了过来 这两只熊丝就是两兄弟 他们说好要有府同乡 有南同党 但是此时站着岸边的熊丝 跟大科大交道 我就不过去了 我怕水 见水就晕 其实这货就是想偷懒 因为他有一个结皮 生怕弄张他的毛发 就是一个还臭美的妈宝男 于是他一直在对岸走来走去 还叫小子 你快把牛要拖过来 闲来五四 他在岸边生了生来以后 再用水树了助养 做好了开吃前的准备 而他的大哥就没有那么安逸 只见他艰难地趴在野牛背上 他左顾右盼 也没发现拿了好下嘴 他只能努力地抱着牛背 利用老办法 想咬住野牛的后背 可这样完全不能自伏野牛 野牛背死着咬痛 还不停地晃动脑袋 而现在的死着也赶脚不对劲 自己根本站不稳 搞不好自己不小心也要掉进泥潭 现在想想也真是太冲动了 自己都没想好用什么办法 才能将野牛拖上岸 而现在的牛老大也不管死着对自己做什么 他想的腾书都是完蛋 还不如让死着给个痛快 二虫是品种死着的位置 可以发现他随时都有可能神仙泥潭 只不过他现在还努力抱住牛大哥的后背 如果野牛这时来上一点 我估计死着也是性命不保 死着这样的锁后根本没有用 他只有咬住野牛的最远弱的喉咙 才可能让野牛尽快结束生命 为了尽快将野牛搞定 雄狮也是把身体移向牛大哥的头下面 但是这样一来 死着的处境就更加危险 你看看死着虽然锁住了野牛的喉咙 但是他的面部表情也十分猙獰 看样子死着的整个脸已经被一坛困住 而且牛大哥的脑袋也压在死着头上 而牛老大在死着锁后的过程当中 从未反抗 他知道自己的命运 也放弃地挣扎 经过大半天的努力 牛老大终于被熊死锁后要死了 这时的他也可以开饭 正当熊死一嘴下去 新鲜牛肉没吃上 到吃了满嘴一大口的玉米 这也让熊死郁闷半天 难道哪里出错了 为什么现在吃的全是你 而不是幼女 此时的狮子也是饥饿难耐 毕竟在这跟牛大哥折腾了大半天了 肚子也是饿得激烈咕噜 熊死努力地对着牛嘴巴啃去 不得不说这牛肉太不好吃了 全身是你 熊死连忙放开了牛头 但是嘴里的泥巴 好像怎么都吐不干净 视频前的老板 你能体会到满嘴泥巴的感觉吗 眼前的死子老弟还在岸边来回走动 他看着大哥正在享受美味 也是气不打一出来 说好友又一起吃的 你怎么就开吃起来呢 而此时的死子老大也没吃几口 就发现不对劲 好像自己也跟牛大哥一样 根本站不起来 你看他演演一席的样子 应该也是神仙的你谈种 而且很快就要到脖子 难道自己的命运也要跟野牛一样吗 是不是也要为自己的倔强付出生命的代价 没想到的是 最后的赢家竟然是牛大哥 虽然说牛大哥最终无法保住性命 但他的离去也让西医的仇家一同散路 这不就是应验了那句话吗 死到临头也要拉个垫背 我觉得有死子为他陪葬 牛老大一定不孤单 这也相当值得 而就在这个时候 死子老二看见大哥沉入泥潭 他也心中一阵 非常庆幸自己的决定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小泥潭 真是当那临头 各自匪 死子老大还眨着眼睛 呆呆地看着岸边的两角色 真希望摄影师可以给他帮助 而死子老大最后说了一句 你这个糟老头只坏得很 真是有摄影师的地方就没什么好事 我是你个鬼 你这个糟老头只坏得很